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球扫到了三游间穿越行车的安打 李凯文一局上半率先上蕾 真的是非常低调 然后默默的就一路从打局率二成多 又爬到三成 张震宇摆出短棒 我也觉得这边在一局上半 立刻做牺牲短打的推进 鼓励他人家上钢龙 我基本上一个礼拜两个投手出来 是要力保两胜 是 我再点这个球放开自己下销 我联系想要测试一下对方的防守能力 是 该怎么跑跑到哪里 没错 方恩最后这个147公里的诉求 头开了 记得记得老师获得了四换球保送 还好三坏的满球数 两出局一三内有人 蒋上红对决方恩 再来一个面化球 这次直接让打者回放落空 或多或少影响到了调整的节奏 李宗盛这颗球打到了中间方向 掉在了郭天信眼前 安打 倒垒的次数是团队最多 一号两块垒上跑车走了 蒋上红球穿过来 经过了弹跳才进手套来不及 还好三坏 无人出局一二雷有跑者 再来一个面化球 最后让打击的张玉成挥棒落空 领到了老黑 一出局后打击轮到了陈浩伟 目前赛界打击率是两成三七 这一球打成了内野滚地球 张哲宇先碰给李凯威 再转传一垒 六四三的double play 赏坏球之后一四三公里并没有进到好球袋 怠迪找来之后后来发现 原有的阵容好像就够管用了 这个球最后是往后弹并没有能够挡下来 雷像的拿摩一样把握机会往前进雷 去年有一个非常成功的赛季 但是不见得就能够在下一个赛季 保证你能继续做得好 比较年轻的选手年轻的打者 他没有去意识到说这个有精英的投球 他可能会改变他的投球的节奏 来去破坏你的软棒 这个时候缩着手打 挤出了一支中间方向的安打 最后不是用点的 但还是有办法互送队 而且自己也上了 如果时间大了起来的话 有可能是他们先打完 墨西哥联盟的比赛 再来到台湾发展 但今天这个球林孝晨 主审判定可是畜生球保证 这个畜生球带有一分打点 也让龙队二局上半先攻下了分数 在叶总的调度里头 李凯威真的是可以摆在很多不同的榜子 没错 右半边这个球拦下来先传本蕾 再回传一蕾结果冲拼了 这个冒传让温球队有机会得分 张佑佳跑回了第二分 那你为了要散 反而去让自己投球整个过程是 去影响到的话 就比较得不尝试 这个球决定要点的方式 再换一分 张震宇 今天两个大席 其实短打执行的都很到位 是 记得记得在每年会有一段时间 突然间就把整个状况打上来 来看一下这个球扫到了中左半边 飞鞋距离还蛮远的 不过这一次被接到了 蔡佳晏 以目前全球打排行榜这几位打者里头 记得记得是唯一的诱打 是 这个球打到了三类方向 拦下来之后对角传向一类 董子恩 李凯威这次给了一个高角度的目标 王恩的内角球 球述对打者有利 刘季宏锁定诉求 这一棒在左半边落在界内 是真的 最后这颗变化球有效的调中打者 张老家回棒落空 李伟把球传向一类 把这个处理数给完成了 你坏球之后 这一次打在拖球附近 钢龙自己接到跑给拿摩一样 两根好球没有换球 钢龙这边稍微调整一下自己的出手节奏 又是一个滚地球 但这个球钢龙自己接到之后 要用触杀的方式来抓出局数 列审认为有完成 但李仲弦说没有 我先来看一下交流团要不要挑战 是 滚得很慢了 所以钢龙知道这个球再传 大概来不及了 必须要自己来抓 那打者李仲弦这边是认为 钢龙应该是没有碰到他 不过这就是看主审在认定上 会不会有这种超越三尺线的问题 不过这边富邦是决定要来挑战 争取李仲弦的安全善美 钢龙接球之后直接用手透 要来完成触杀 换个角度来看一下 有没有插到球底 这时候杨冲辉先生 跑出来 最后裁定是跑离了三尺线 打击要轮到持恩奇 钢龙这个换局的原地去制造了两个滚地球 现在第三个出现 李凯威跳得很高 刚刚李仲弦展现的是柔软度 这边李凯威展现自己的弹性 没错 还有两坏 反弹球越过了白岸的防线 最终是穿越形成的安打 这球扫到了右半边 来看一下落点在界内安打 而且球路里又在往后弹 这下子李凯威是有机会拼本蕾 让过三磊之后已经是瞄准回家了 球回转过来是没有机会形成攻防 张振宇今天不简单啊 然后三坏 郭天信这个球打到了中左半边 身后已经是锁定了 不过这个飞球的距离 要把三磊上的队友送回来 应该是不成问题 郭天信的高飞先打 带有一分打点 龙队四局上半再追加一分 整个投球的节奏 我想应该还可以再滑快 张晓晓锁定第一个球 中间方向穿越 今天部长得到了部长的加持 第二个打型建功 有声的滚地球 李凯威接到之后先侧抛 张振宇再转传一壘 又是一次double play 身后尾两个打型都打成了内野滚地球 策略上去做一些调整 让我们都更胜利地去预复比赛 打向了游击 后方的飞球张振宇往后退 完成了接杀 五局上半 富邦是派出了江国豪来接手 没得到蒋绍宏的打击 第一个球就决定要出棒了 中间方向 身后尾已经掌握到弱点 完成了接杀 外侧的变化球让拿摩一样 微棒落空 遭到三阵 这个变化球打高了 在内外野的交界处神奇往后退 最后接得有点惊险了 但把这个处理数给抓到了 钢龙在用球数上是精简的许多 关键的投打个局 他的滑球执行得很到位 没错 王宇森这个球打高了 在中间方向 郭天信 林小晨都过来 最后两根身体有擦撞 但球在天哥的手套里头 变成了出局数 所以这个看似简单的这种 比赛还是要去注意这个高飞优胜 接下来是在右半边 张友佳就做了一个很好的判断 没错 听到郭天信这边有声音出来 他马上就退开了 我想这也是他们整个经验的一季上来的 哇 最后这个变化球让周嘉乐归了空棒 看起来是有加分的 没错 就包括你知道我们知道 到美国指棒的李正后 没有局上半 张友佳的打击 最后是形成了三类方向的反弹球 遭到刺杀 这颗变速球通常都是拿来对付左打者 满交速 145公里被敲到了左半边 陈一道的界外驱 蔡佳艳完成了接杀 在这段时间战绩的这个往上提升 打第一个球 不过这次在右半边 被王毅诚给拦下来 回过头来自裁磊包 完成了第三个出局数 六球 九球跟六球 是 所以平均下来 一局十颗球 但六局下半一回来之后 第一颗球就K到了李伟 触身球饱送 现在就由叶子婷跟持人齐来 半岗二游 打成了游击绑圈的滚地球 翔队宇先传给李凯威 再转传一壘 滚动速度比较慢 只能够抓一个 都能够有效的 诱使打者打出滚地球 北下的跑者要发动 倒壘捕手球船过来晚了 这一道当然也给了 富翁得连圈的机会 拉回来 钢龙自己先拦下来 把二壘跑者逼退 又是一个对富翁 比较不利的发展 钢龙这球再投 内脚变化球 今天这个曲球 特别是在六局下半 不太听话 都会有点滑掉的感觉 两个好球没有坏球 孔宁恩赛前的大几率是2成26 再挥一个空棒 钢龙 让孔宁恩挥了三个空棒 遭到三阵 结束了六局下半副棒的攻势 那球打得非常扎实 而且靠着自己的脚趁 轻松就攻占三壘 两好一坏 右半边的滚地球 这次在一二壘之间 找到了叶子亭 四传三的自杀 没错 谢谢 好 先看长辣 游击方向 这次考验游击手也没有问题 持恩奇处理起来 六传三 速球 滑球 变速球 碰到了右半边 考验一连手跟投手的手背联络 没有问题 王宁辰 联手姜国豪 能够起出今年球季的第一次安打 今天姜国豪的头就表现没话讲 蒋绍红 中间方向 突破了姜国豪的封锁 组程 陈救伟先生爬攻了 那不一样 遭到三振 三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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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球往地上打 姜国豪 自己下球用手套做接船 抓到了打击的刘继鴻 再看一次接到之后 是选择不坐船球 跑近一点 再用手套直接拋 吳秉的比數自從四局過後就沒有改變 整個球打高了 內野上空的衝天炮 三手衝上前來 董子恩完成了接殺 打擊的林孝成 一好一壞的情況下 內野的滾地球出現 葉子婷橫移過來 四傳三 抓掉了打者 牛棚左頭的配置 這還是目前各隊 相當重要的拼圖跟元素 這個變化球打向一壘之間 滑接來下來趕快要傳 但是傳一壘的時候傳偏了 李凱威安全抵達一壘 而且這個球傳的位置露得比較遠 李凱威還有機會再往前跑 葉子玲剛剛的滑接 接的部分蠻俐落 但是要傳一壘的時候 準心並沒有擺對 沒錯 然後再來就是 頭的位置偏移太多情況之下 導致李凱威在補位的這個過程 也沒有辦法有效的掌握 當然這就是要試當下的比分狀況 去做一些調整 這讓張正宇得到了一個得點圈的機會 張倫玲自己下球來 截球轉身傳向一壘 解決掉了張正宇 兩號一壞 外側的變化球過天性打到 不過飛得並不遠 在內外野的交界處 最後是由蚩恩綺完成結殺 這次李凱威 四傳三抓到了打者 兩號三壞的板球數 李凱威對決蔡賈彥 直球的對局打到游擊防區 張正宇接到之後 電路傳向一壘 三出局 比賽結束 交舞區下敗 林凱威完成了三上三下的投球 所以這場比賽 會選用隊是靠著剛龍 陳宇勳 林凱威 賞給地主富豪漢將的九顆鴨蛋 五比零 會選用隊玩瘋對手 拿下最近的五連勝